Kong Bang Wah 一直以來媽媽是非常少病的 但今次病到全日分床 老實說,真的很害怕中了母肺 我們不是怕健康的問題 是因為女兒經常跟隔離屋玩 我們怕東西都隔離 還有如果真的確診 就要自我隔離影響工作 我們始終是香港人很喜歡上班 所以爸爸一早就出去找PCR 有檢測套裝 但去了幾間藥房 都不能賣 全部都賣完 中成本土的檢疫站 也無論付錢也好 還是不用付錢也好 都是排了陣路 很麻煩 鄰居主動說幫我們去買 因為她的朋友買過 而爸爸還動得 沒有病過 所以推了他 而我找也找不到 最後逼著問他們在哪裡可以買 他們居然幫我們 到處打電話去 終於找到一間藥房 可以買了 價錢幫我們問 應該 因為她真的很害怕 不是 她問我多少支 哈哈 問我們要不要一加三口 驗光 我想是 如果說我一支 她會不會覺得 一支 那爸爸馬上去買 測試的時候也挺害怕的 幸好最後結果是陰性 有驚無險 最後其實只是發現媽媽 疾了 因為穿不夠衣服 今天的新問題要 日本茅丹樓再次出現薯條坊 為什麼中成突然間 確診量飆升 其實除了美軍之外 還有第二個原因 食物測試 今次我們調轉 測試很難吃的產品 2011年日本銷量下跌得最厲害的產品 現在是全國新聞 東京有神社發現集體感染 需要煞停初止 大家要去第二間寺廟拜診 那他們要不要隔離呢 他們都找不到安心出行的call 當然不用了 中成確診不停撞出新高 人數已經很多天超越了東京 初初由駐日美軍帶進來 因為他們基地和基地之間 不需要檢疫 到了之後 亦都可以自由進出基地 將Omicron帶出社區 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 終於達成協議 除非必要事項 美軍暫時不可以離開基地 生日party當然不行 所以說 沖繩美軍不是想像中那麼爽 法外之身 我們就自由自在 他們就在跌倒裡面 如果想了解美軍多點的秘密 可以看我們之前拍的影片 除非你是專貴的香港議員 這樣才會有專業人士去幫你搬籠門 美軍高級低級都沒有這些服務 沖繩政府再次叫餐廳縮短營業時間 減少大型集會 一百多元的三日party 說多一次是不會出現的 如果出現了 一定有人會引咎辭職 願意配入的餐廳 就會有得到補助的 如果之前已經有感染對策認證 即是有酒精、探熱那些 就每日會收到25,000日圓至75,000日圓的資助 營業時間到9點 而可以繼續賣走 沒有認證那些 營業時間到8點 建議不要賣走 但是每日會收到3萬到10萬日圓的資助 報道指出這樣的設定 導致大量店舖退出認證 至於為什麼會多些 做少一個小時 但是每日可以收到25,000日圓 相信很多人都會這樣問 所以很多人在這裏抹擦政府 以及退出認證 但是最吹脹的 政府居然說 如果你們想退出的話 1月14日之前申請就可以了 其實日本這種文化很奇怪 以我們自己為例 潛水公司進入了潛水協會 我們受到很多不同的限制 相反沒有進的就沒有限制 也沒有懲罰 所以有時候真的不知道進來做什麼 只不過沖繩每日創出新高 重症化比率 就降到比流感還要低 即使現在每日一千多個 仍然是一個重症都沒有 加上口服藥 數據顯示死亡率大約是0.2% 其實比流感更低 現在大家最怕的 不是健康 是中了之後 需要停工自我隔離 但是日本政府通常會跟隨美國 歐洲的做法 日本手上岸田文雄也已經說明 只要醫療系統承受得到 就會調整現在的防疫策略 因為現在日本面對的問題 跟英國一樣 醫療從業員因為感染 需要放假 導致醫療人手不足 影響了其他不是無費的病例 但是有一個原因 從來沒有外國傳媒提及 和解釋為何中誠的確診數目 會突然間大幅飆升 其實你因為中誠年底的時候 開始免費PCR測試 令檢測的人數大幅飆升 對呀這杯薑物是我的 因為太多都是我講的 今年4月開始的時候 日本定義為成人的法定年齡 將會由20歲跌到18歲 那你們會問 有什麼好處呢 從學術性的角度來看 成年人就可以自己決定 去哪一間大學讀書 不再需要父母批准 亦都可以拿學校的貸款來讀書 只不過 仍然不可以喝酒 喝酒的年齡 仍然是20歲 同一日生效的 還有第二個法例 就是日本的結婚年齡 由16歲升到18歲 如果你是2022年4月1日之前 就16至18歲的 你還要等兩年才可以結婚 對日本大部分地方來說 應該不太大影響 除了沖繩 沖繩實在太多 十幾歲的未婚媽媽 日本的牡丹樓再次出現薯條坊 12月底的時候 日本牡丹樓曾經有一段時間 沒有大薯條賣 因為加拿大的水災和貨運影響 令到沒有足夠的薯條供應 最後要用空運薯條過來日本出售 但兩個星期不夠油 再次宣布停止出售大薯條 和中薯條 現在只有細薯條 預計會維持一個月 只不過薯條供應減少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為每年都有的統計 中學生和小學生的體力數值 2021年的統計結果 是2008年以來最差的 澳洲和日本在1月7日簽訂了RAA之後 兩個國家的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關注中國威脅打壓台灣 香港的自由和殉疆維吾爾族的問題 當然 中國駐澳洲大使館立刻提出抗議 形容是搬石頭摘自己的腳 日本和澳洲簽訂的協議 涵蓋兩個國家的軍用設施 和防衛事務安排 未來他們會和美軍一起演習訓練 當中國外交部放假的時候 1月1日是鬼佬新年他們放假 我們中國人的新年為何要過這些節目 我不了解你的情況 今次的食物比較 我們不再比較高分的食物 反過來 我們比較合格的食物 TBS有一個很受歡迎的節目 叫Jobtoon 他們會邀請不同的著名廚師 為不同的快餐店 或者便利店的食物評分 節目上受測試公司 通常會派出食物的製作團 看到現場解話 解釋理念和做法 通常如果標榜為不合格 那種食物就有機會在貨架上消失 因為表示不好吃 但是今年1月1日那一集 就出現反高潮 因為這一集 日本三大便利店 Lawson、七仔、Family Mark 拿出自己最受歡迎的甜品 和熟食接受挑戰 Family Mark最受歡迎的吞拿魚飯團 被評為不合格 但是因為評判太過討厭 她說飯團太養衰 沒有意欲吃 直接平毅 不合格 製作人多番哀求之下 評判最後都是試了一口 但是沒有改變結果 這隻飯團最後是賣斷市的 因為製作減少 不是 是因為反而令到網民注目了 大家都很想買來吃 變這些 反過來用它來做反宣傳 告訴別人這隻就是很難吃的飯團 我們也買了一個很難吃的飯團來測試 由我們的測試員告訴大家 有多難吃 這個啊 這個樣子不噁心嗎 超噁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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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啊 對呀 你試試看 很美味 你撕開它看看 是很美味的,是很噁心的 那個人不肯吃 然後這個東西,很多地方都賣光 有些人說不吃,是說不好吃 然後反過來,人家很想試 你口到我心裡,看看是否好吃 飯是否好吃 我吃了兩片油 他做了幾種人用來做的飯 那好吧,你吃完了 爹爹吃過了 爹爹吃過了 他做了幾種人 爹爹最喜歡燈火 好嗎 謝謝我們的測試員 所以人不可貌相 三四十歲都可以是少女 到了沖繩街坊新聞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推出了新的活動 大家可以在大魚缸前舉行婚禮 水族館說會提供專用的攝影師幫你們拍照 我們還未拍結婚相 可不可以帶麻女去拍嗎 拍我吧 沒有魚缸 必要設定嗎 魚缸 我們每年都會集合 六千間不同的公司 門市的銷售數據 作出比較 還有 跟2020年相比 下廣幅度最大的就是消毒用品 跌幅度最大的就是瘦口水 跌了40% 第二大的就是消毒酒精 跌了30% 只不過 跟2019年相比 仍然有1.4倍和2倍的升幅 第三位就是化妝品Foundation 2019年的時候已經開始下跌了 如果跟2019年相比 銷售是跌了50% 第四位下跌的就是消毒濕紙巾 跌了26% 第五位下跌的就是生活必須品 口罩 跟去年相比跌了25% 只不過2020年的時候 他們的升幅是450% 所以到了現在 仍然在發生疫情之前 上升了330% 至於第六位就是唇膏 戴著口罩的時候 大家對唇膏的要求也減少很多 所以在2020年的時候 已經跌了55% 是當年的跌幅冠軍 今年就繼續下跌 跟去年相比跌了23% 如果跟2019年相比 總共跌了65% 不過最新的數據顯示 唇膏就開始重拾升幅 越來越多 很難脫色的唇膏出現 這樣就不會放在口罩上 加上大家已經放心 對化妝的需求 又再次上升了 還有一些大量下跌的商品 例如室內的消毒品物 地納 室內的清潔用品等等 因為之前政府叫大家 留在家裡 大家沒什麼做 就把家省立立立立 到了現在 每個人都都出現 這些清潔用品自然 沒有人買 好了 今晚的新聞 就到此為止 希望媽媽發聲 下個禮拜好 我不用說那麼多 晚安 如果你想來到 才知道你想去的店 已經窄在了 那就快點點去我們的OKFamily 記得趕快旁邊的小鐘 最好東西就是 很多人玩 還要400元一個人的門 還有上面的淘寶 Halo Kitty 淘寶 Bikachu 淘寶 叮噹 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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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巴馬 真的猜不到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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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